今天,一个字是忧,第二个字是乐,第三个字是安 那乐和安都是要转来救耶稣,以后就有乐和安 但是呢,没有讲这个以前,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形 就是忧,那么什么是忧呢?忧从哪里来? 忧不是从神来的,忧是从撒旦来的 神有一个仇敌,叫做撒旦 那么他呢,就是专门跟神作对 他要撒旦所造的人,要他们受苦 那么这个苦呢,是人受堕落了以后呢,就开始有苦难 特别是从罪来的,人犯罪越多,他的苦难就越多 那无论你是怎样的人,你是有钱的人的话 你这个有钱的人,也有有钱人的苦恼 有钱的人呢,那苦恼比我们这个没有钱的人要多很多 他们要常常在想啊,这个钱要怎么用 要怎么的投资,因为投资了以后呢,又怕这个股票一下降呢,所有的投资就不见了 他们愁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这个穷一点的人呢,我们就愁又吃,又这个吃的穿的 明天呢,下一个月的房租付不起怎么办 这些东西 OK,那所以呢,凡是人就有这个忧愁,就有挂念 刚刚我们姚弟兄,是不是姚,姚弟兄,在阿兰伯拉的姚弟兄做见证呢 他手断了,他来到美国,他是从国内来的,我们都是要自立 叫什么,人定胜天,什么时候都靠自己 结果手断了,没办法靠自己了 那只好要去靠医院 但是你要去靠医院,在美国看医生也不容易啊 那个钱又花不起,要找这个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挂号又是很麻烦 那这样子感谢主呢,有召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忙 那个就把他们带到这个神,与神连在一起了 然后他得医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转向神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得救的开始 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人就很喜乐 刚刚我们这个罗弟兄,罗姊妹他们家里也是 是不是,本来是拜佛的 那么后来呢,这个,他你刚讲什么 要花几十万块啊,要去一个什么什么大师 那边去啊,去学一些东西 结果也没有用 我们的主耶稣不要钱的 你所有的忧虑到主耶稣这里来 他都给你拿去的 OK,那为什么他可以把你忧虑拿去 所以我刚讲了,忧虑啊,是从这个罪来的 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 为我们的缘故,他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保险,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的罪被解决了 我们的忧虑的这个源头给解决掉了 我们就不用忧虑了 哈利路亚 这个才是真正的救 这个救,自根的救法 哈利路亚 他不是说你头痛了,给你个aspirin 这个头痛一头啊,脚痛一脚 这个不是神的救法 神的救法是自根的救法 你的忧虑从罪来的 所以呢,他就叫你啊 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 他担当了你的罪的刑罚 那么他就开始 你就现在开始要接受他 你的罪就被他赦免了 解决了 那罪解决了以后 忧虑的源头就没有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你要怎么样呢 他第四,我们把第四节 第四个跟第五个经节我们读一下 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你现在如果你有忧虑的话 你要谢给神 有没有忧虑啊,有都有啊 总是有些叹息啊 有些不满足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学着把忧虑谢给神 我在那个,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年纪很大了 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盖房子啊 这个工人啊,都是把下面那个砖头啊 一个一个的垫上去 你们看过这个没有 我年纪大点看过,现在没有了 他是怎么样 他是,他就一排工人排在那里 然后下面一个砖头拿上去 那个砖头再拿给上面一个 然后再垫给上面一个 你想啊,如果我是当中一个工人 下面有人把那个砖头给了我 我却不把那个砖头拿上去 那我这里不是砖头就越来越重啊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不愿意把忧虑谢给神啊 我们就自己担这个忧啊 越担越重啊 到的后来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这里有境界很清楚告诉我们 要把一切忧虑谢给神 你就交上去就是了 忧虑有没有,没有问题 来了就交给神啊 有什么忧虑,交给神啊 那个股票市场上下下 不管啊,交给神啊 你越要担这个 你就自己就倒霉了 那么第五处我们一起读一下 应当一无挂虑 反正要想事 借着祷告 祈求带着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 保带你们的心怀意念 哈利路亚 借着祷告 借着祈求 还带着感谢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祷告 祷告的时候要带着感谢 很多有的时候 主会责备我 这个祷告的时候 没有带感谢 所以忧虑还在我身上 但是你要一边祷告 一边感谢神 然后祈求 又带着感谢 神就会用这个 出人意料外 不是怎么说 超越人所能理解的 那个有种平安 你是莫名其妙的 你又不太懂 怎么可能有这种平安 就是有这个平安 神来保守了 叫我们 就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我们 你想保卫这个字 意思就是派军队 那个希腊的原文 就是在派军队 周围把我们 我们中文怎么说 守卫 Garrison 就是 驻军 驻军的 驻在那里 就是我的思维 有军队 有这个天使 不是天使 是平安 驻军 驻在那里 就保护了我的心怀一年 好 朋友们 现在就开始 你们要注意的 就是 要把所有的忧愁 都谢给神 但是你要知道 你那 谢给神以前 你那个仇的 这个源头 乃是罪 所以呢 要用主耶 要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救主 把罪 给解决掉 你的忧愁就没有了 Amen 感谢观看